房子通常是民众一生当中 最大的一笔资产 一份数据显示 大陆净资产超过100万人民币的 中产阶级 已经超过了7000万人 但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已经不能满足于 只是买车买房 他们对于文化是有向往 有追求的 也造就了文化产业的崛起 成为一股潮流跟趋势 在北京天安门附近 最近出现了这个地标建筑群 叫北京方 主打的正是文化与商业结合 民国与现代相遇 传统与流行相接 这里是北京刚刚建成的新地标 北京坊以这栋 具有巴洛克风格的 民国建筑劝业厂为中心 它始建于1905年 历经三次大火 三次重建 现在的建筑是按照1923年 最后重建的原貌 请来修建过巴黎圣母院的 法国建筑师 协助修复 保留了吊灯 砖墙和原有的结构 现在这个整个的室内装饰 是按照一个文化应用中心的格局来做的 通过首层你能看到 它今后是一个活动空间 而三层是一个展览空间 四层是一个文化交流 包括一些小型音乐的 一百年前 劝业厂是金师劝工陈列所 展授工业品 它是清末名初北京第一栋商业楼 引领京城商业潮流 后来陆续用作商场 服装店和宾馆 如今重修后 成为北京坊最亮眼的一栋建筑 它两旁的建筑 特别采用不锈钢玻璃 目的是呈现劝业厂的倒影 高低起伏的线条 描绘三场火结 北京坊的建筑群 由券业厂汉十四栋新建筑组成 保留着当地原有的不同脉络 它是一个是在天文光厂周边 天文光厂南侧这么一个建筑群 区域位比较特殊 同时又基于达赛尔历史文化宝区 600年的文化抵御 所以我们在选择商家的时候 就是考虑到文化跟商业的结合 所以我们未来要打造的是文化的商业 三十年前从台湾发迹 李汉营曾经为台北故宫制作数位内容 十年前转战北京 成为北京故宫的纪念品供应商 做了将近三十年的宫廷文化商品 他观察到大陆民众近年对文化的觉醒 因此从宫廷内走到宫廷外 开拓文化市场 是率先进驻北京坊的文化商家 从宫廷走出来的是 我们在宫廷里面二十几年 我切的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一块 他们对于这个文化是有向往的 对于那个传统文化的这个理解 它是有需求的 我们在店里遇到一位研究生 和班上十几个同学一起合买生日礼物 老师的生成快到了 然后代表同学们来 就是表达一下大家的心意 然后最后我觉得主要是这边的东西 感觉寓意都特别好 然后最后挑的是那个一套餐具 还买了一个团圆礼盒 他买了两样礼品 花了五千多块台币 不过大陆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消费实力 远远不仅如此 李翰盈和十几位设计师合作 开发与昏生受洗相关的礼品 和客制化的传家宝 像这一套由北京故宫匠人 以花丝镶嵌的工艺 花三个月打造的新娘头饰 人民币43万 消费者可以按照这个样式 依各自的喜好和需求定制 昏生受洗 因为我们的观察是 大陆的同胞只有在这个节点上面 会花最多的预算 家庭的预算 中国的中产阶级富起来了 他们年收入有200万以上的家庭 大概占到我们对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一块蛮大的一个比例 像这样子的商品 有附加价值在 那么有传代的意义在 有增值的可能性在 这些是他们是受欢迎的 李翰盈还计划开设文化课程 将这里打造为一个文化体验中心 传统文化的市场 大陆正在崛起 凭借他从台湾一路积累的文化优势 他紧紧抓住大市场的发展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